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减半解除了针对金门的陆上台风警报 并且预计在早上解除海魁的海上台风警报 虽然台风远离减弱了 但是台湾仍然是在低压带的范围内 天气环境依然相当不稳定 要特别留意午后大雷雨的状况 整体来说要到周末期间 整个水气才会比较明显的减少 古晚瓢盆全部都漂浮在水面上 受到海魁台风的影响 四日金门全岛较为低洼处几乎都淹水 金城后峰港一间庙宇更是水淹极稀 民众只能够无奈看着大水入侵 当地人恐盖黄泥水不断冒出 整条路面成了扫河 部分路数也被强风吹倒 三官单位紧急出动怪手支援 金城停车场的围墙 也被大水侵蚀而崩塌 海魁侵袭期间 金门累积造成大约一千零三十二户停电 台电立即派员抢搜 立平全数复电 现在金门脱离了暴风圈范围 当地居民总算能开始和好整理家园 记者黄佩涵 谢震灵 朱凤之无奇称 综合报道 今天停班停课的地区 包括了有高雄市六归区 茂陵区 桃园区 纳玛夏区 而宜兰县是有四季国小 以及茂安分班 台东县则是海端乡 立道村 五路村 初来国小 新五分校 今天都是停止上班 停止上课 而另外台东地区 也有不少的国中小学 因为台风造成灾损严重 考量到学生安全 今天照常上班 但是停止上课 而同样在东部的花莲 这几天雨是惊人 同门村防汛道路 发生了边坡 土石崩落 此外秀丰还有多户民宅 遭到了土石流的侵袭 大量的水流倾泄而下 花莲的南安瀑布 原本平时是涓细的流水 因为山区大雨 如今成了雨铺 相当壮观 海归台风夹带好雨 风沛水量 却也酿成灾情 山壁土石崩落 地上一片泥泞 因为连两天降雨 通往秀林乡同门村的防汛道路边坡 发生了土石流 阻断通行 向公所全力抢修 先维持单向通车 不只道路发生土石流 在受风又多户民宅 遭到大量土石侵袭 屋内都堆满了十块泥沙 外头的土粒还堆到快半层楼高 甚至民宅门口也被土石给堵住 前一天预防性撤离的居民 回到家里一看 全都傻眼 首当其冲的台东同样灾情多 受到强风影响 台东航空站四百公尺的跑道围离 整个被吹垮 航空站外的稻树也被吹倒 预计要一个星期才能完全复原 台东市区也到处是露树倒塌 多辆停在树下的汽车被大树压毁 清洁人员是连夜忙着清理 而受灾严重的 还有位在登陆点东河的太原国中 校园被强风扫过 图书馆的大门被吹破 屋顶的铁皮也掀开 损失预估上千万 而在南恒公路的雾路道立道段 出现了严重的路基流失 将近二十公尺 预计七号才能够抢通 记者张明哲 蔡惠林 王新中 台东报道 海溃台风在南部带来了强风好雨 台铁南回县因为铁路上吹落的树枝过多 一度停驶 今天已经恢复了正常行驶 而东部干线 池上到台东间的路线 则是双向受阻 经过抢修 也在昨天下午六点二十五分 恢复通行 台铁列车星期一行经观山路段 由于瞬间风势较大 树枝入侵 造成列车急电弓受损 卡在关山到池上间 一度无法行驶 而另一列从台东发车的列车 在通过山里站时 更发生急电弓疑似被扯断的情形 结果卡在路野站 不少人被巨响给吓到 两列次火车影响超过四百名的乘客 台铁派车接驳 一度造成台东与花莲玉里站间 涌现上百名等车的人潮 而池上到台东间双向受阻 台铁则出动电力维修车 持续抢修 等了六个多小时 四二三次列车的乘客 终于盼到由台东站开出的列车 到路野站接驳受困的乘客北上 蛮复杂的 想说可以延后一天收假 结果没办法 就要搭火车上去 台铁东部干线已经在四号下午六点二十五分 抢通 恢复双向行驶 南回线部分台铁局表示 放了到台东间路线 预计在清理路线巡查之后 在今天恢复行驶 记者张明哲杀验其中介纲台东台北报道 读报时间来看到 联合报是提到了 蔡政府前瞻治水预算两千五百亿元 首都台北市获得了零元的补助 但是台北市近年 食雨量动辄上百毫米 总统府周围也是每逢大雨就淹水 市府研议要改善全市的排水 预算高达上百亿元 全部要自筹支出 而中国时报是 卫福部严拟放宽 肺炎炼球菌 公废疫苗接种对象 从71岁以上的长者 下修到65岁以上 最快10月就可以和流感疫苗 一起来接种 预计本周排版 自由时报是报导 多个民间团体 昨天捐赠了两千台 口袋型助听器 给台北市政府 只要是涉及或是居住在台北市 65岁以上的长者 55岁以上的原住民 或是中低收入户 需要佩戴助听器 可以前往特定的助听器门市 进行听力检测以及领用 而看完报纸重点 继续来关心 国防部进行兵役改革 恢复一年异物役 明年正式上路 将征集约九千一百人 而其中有七百人 要分发到里岛 等于是每十三人 就有一人会获得金马奖 国防部强化战力 明年恢复一年异物役 将征集约九千一百人 其中有七百位一男 将分发到东沙 东定 亮岛 高登 东影 金门 与马公等外离岛 也就是每十三人 就有一人会获得金马奖 不过国防部澄清 跟过去纯抽签不同 才多种方式分发 那么外离岛人员的补充 是依据一男具备中高专长 或者是户籍 遂于外离岛 或者是志愿选田分发为主 如果不想去离外岛的 一无一一男 其实不用担心 尊重你的意愿 那想去的 想要去离外岛体验 而且增加一些加紧收入的 那可能人数会多过需求 还得靠抽签才能够如愿 国防部表示 义务役分发外岛后 比照常备部队 实施驻地 专精基地等训练 但外界认为 国防部保留抽签选项 且义务役与志愿役混编训练 双方能力落差大 空引发管理问题 有专家表示 混编早已是常态 关键在于是否落实完整训练 此外国防部明年预算 军医局编列九亿八千多万元 包括用来采购移动式X光机 C型币 可用于大量伤病患治疗 暂时急救伤 专家指出国军过去忽视这块 不排除因应二零二七年 台海冲突风险 从中秀出暂时准备 学者表示 医疗设备有助减少伤病患后送 也可作为医院缺电的备源方案 国防部回应 依照各军医院 依据五年军事投资所需 配合医疗装备 使用年限态患更新 与各国后职军医基础 医院量能做法相同 记者黄子杰 吴家宝台北报导 近来诈骗事件频传 刑事局长周右伟 上周率领了四十八人 参加在中国举行的 两岸港澳警学研讨会 而这也是近年来 两岸四地执法官员 首度面对面交流 希望可以加强合作 警方破门而入 查获由黑帮高兴 主席经营的 诈欺转账水房 还有赌博机房 诈骗集团利用脸书投资广告 还有LINE的标股群组 鼓吹下单 使得被害人持续投资加码 再透过转汇到境外钱包 又诈骗集团在群组之内 假装是投股老师 营造高获利假象 导致有15名被害人 误信汇款 损失超过新台币一亿元 诈骗手法频频更新 政府宣示打炸决心 也借此让两岸共打 重启交流 海峡两岸继香港澳门景学研讨会 是两岸执法机关 多年前建立的交流平台 近期因为疫情中断了实体会议 上周在中国恢复举行 由新市局长周又伟率队 多个执法单位 共48人出席 也是近年来两岸四地执法官员 首度面对面的交流机会 也希望在打炸上加强合作 衍生许多的一个跨境犯罪 那继续要海峡两岸的警方 来进行跨境的合作 来共同打击犯罪 那本局也将会持续的努力 来推动海峡两岸的合作 另外近来境外的诈骗电话频传 NCC表示 5月针对开头为 加8860-8疑似诈骗电话 进行拦阻 7月拦阻率达到98.65% 也可以观察到165报告的 电话被诈数量 从5月的1600案减少进半 下降到7月的823案 也会推出行动语音的 国际语音警示服务 预计9月中旬会上线 记者韩英 被管线破裂造成了蓝色废水流出场外 建筑湖口中山路三段旁的德胜溪 全被染成蓝色 仔细一看还有鱼群暴毙 并散发着浓浓的刺鼻味 民众惊觉异常 联盟通报乡长村长 一看完蛋了 整个河川都变成蓝色 所以马上就跟我们的村长 通报一下 现在休登 没有人在插秧电梁 应该是会有毒 这也快死了 这条鱼还在挣扎 这是原生种 这不是一般的无钩鱼 我们这条河川富裕多久了 校长接口通报后 随即与清洁人员到场追查 结果发现几公里外 一束草丛发现案管 旁边更有抖到的标示牌 写着润态拳杨梅二厂放流口 确认蓝色的污染 就是从此处排放出去 因为包括颜色及味道都一样 而且产生污染 将原生种的鱼虾都毒死 更污染附近的稻田 厂商必须负起完全责任 妥善处理 新竹县环保局与桃园市环保局 也随即启动联合机查 证实蓝色污水 是从以蝎叶润态拳扬煤厂排出 润态拳表示第八厂 是在二零一九年的四月 蝎叶停止生产 但因为厂内的废水处理池内 有污染废料和污泥 公司才委托相关的厂商 协助处理废水解裂相关的工程 已在事发后第一时间 要求先设法抽掉废液 并加快申请的作业 避免类似的污染再发生 桃园市环保局也依污水法告发 最高可处新台币三百万元以下的罚还 并要求业者进行紧急应变措施 记者有张国梁张 君豪新竹报道 台北捷运公司北投机场 附近的住户就发现 在没有沟通的情况下 机场北侧景林民宅处 开始设置了光电板 引发居民担忧 机场未来还会有光害 热倒效应等问题 而北捷则是表示 预计二十二号会召开说明会 农田和太阳能光电板 就一条马路之隔 台北捷运公司 在北投机场南侧厂房屋顶 装设大片太阳能光电板 农民表示温度高 影响农作物收成 水到收获量少了二到三成 北投机场近二三十年来 列车进出维修厂发出 魔鬼刺耳的声音 遭遇让居民饱受痛苦 附近住户发现 在没有沟通的情况下 最近机场北侧景林民宅处 也开始设置光电板 住户再从阳台就能看见 忧心未来会有折射光害 热倒效应的问题 太不配置重了 说实在应该来先说个说明会以后 听听你们的意见 听听我们大家想法 这样对我们说实在 我们真的是 讨厌你是一个受灾物 北投机场工厂屋顶 太阳能设备案 系配合国家级市府绿能政策 南面屋顶部分 已于107年底完工 现今工程系增设北面屋顶 预计112年底完工 北杰表示安装的太阳能板 皆符合国家法规 请李民放心 后续将于9月22日 召开说明会 加强与李民沟通 记住黄曼谢震琳 台北报道 台湾每年新增65万例 遭到外力撞击的脑损伤个案 其中约10万案例 为中重度脑损伤 目前仍无药可依 不过国家卫生研究院 最新的研究发现 传统用于降血脂的药物 普罗布考 可以有助于恢复脑损伤 改善任局 台湾每年因为交通事故 摔倒和暴力事件等 造成创伤性脑损伤案例 高达65万 其中大约10万案例 为中重度脑损伤 得承受神经损伤 认知障碍等长期后遇症 失智症风险也比一般人 高出四倍以上 目前仍无药可依 不过国家卫生研究院 最新研究发现 用来降血脂的药物 竟然有助于修复脑损伤 研究团队在小鼠实验发现 将降血脂药普罗布考 给予脑损伤小鼠 结果小鼠的脑原性 神经营养因子的表现增加 新生神经细胞及神经前驱细胞 也增加一倍 就连脑神经网络也修复重组 而且小鼠脑神经坏死区域 减少33% 脑损伤的认知障碍 及失智症风险等 都有大幅改善 研究团队强调 普罗布考是心血管疾病的 临床药物 有抗氧化抗发炎特性 小鼠实验中发现 脑损伤4到6小时内 投药相当有效 对比创伤7天后投药 效果相对有限 因此未来希望与台湾医院 急诊合作 建议适合人体的剂量及疗程 改善脑损伤之后的神经功能 记者拉时米蒋龙翔特报导 二十国集团 居团体的领袖高峰会 这个星期六 就要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登场 该幕倒数时刻却传出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可能缺席 该由总理李强参加 饭店前设置安检区 武装警察带着警犬 在周围巡逻 二十国集团领袖高峰会 G20这周六就要登场 主办地点印度首都新德里 以准备用高规格为安 迎接各国领导人 不过先前说会出席 G20的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又传出不去了 改由总理李强代表与会 美国总统拜登 在媒体询问时显得失望 拜登表示和习近平 还是有机会碰面 但没透露其他资讯 两人上次会面 是在去年的印尼G20 之后美中因中国侦查气球 贸易争端 台海问题等诸多旗舰 关系陷入紧绷 这将是习近平 二零一三年以来 首度缺席G20 外国媒体则分析 应该跟中国日前公布新版地图 引发争议有关 北京最新公布的地图 除了纳入台湾和南海诸岛 还包括中印边境的争议地区 引起相关各国抗议 而印度又是今年G20的主办国 BBC引述不具名的消息来源指出 习近平缺席是为了避开南堪场面 同时也不想被问到中国经济 而无战争等敏感问题 公事新闻率上您编译 南美洲国家阿根廷 在以前的军事独裁统治时期 有许多反对人士遭到杀害 他们的后代也从此下落不明 而最近当地有志工驾驶网站 利用人工智慧AI 推测当年失踪的孩子 现在可能的容貌 希望可以协助一些家庭 骨肉团圆 对许多经历过白色恐怖的国家来说 纪念碑和受难者的照片 是唯一能够唤起人们记忆的方式 然而受难者遗族更希望能找到 四十多年前被迫与亲人分离的 后代子孙 1970年代中期开始 美国为了防堵亲共政权 在南美洲扩张 透过中情局CIA 扶植各国的右派军事强人发动政变 并放任这些独裁者 大肆逮捕并杀害反对派 这些独裁者还自行协调步骤 并以误音行动为代号 以阿根廷为例 美国支持的维德拉将军 在1976年开始掌权 包括后续几任的军事执政团领袖 在七年的独裁统治期间 高达三万人死亡或失踪 人权团体就统计 这其中有大约五百名的孕妇 在拘留所生下小孩后 就有人间蒸发 孩子则是在政府隐瞒 绅士的情况下被人收养 尽管有五月广场祖母这个团体 以DNA检验 让一百三十三名受难者的遗孤 能够与原生家族团聚 但其他多数人经历过四十年以上的分离 人在何处是生是死都毫无线索 于是就有从事公关行业的志工巴洛斯 用AI驱动的影像技术 模拟受难者遗孤的可能样貌 这类影像技术是从父母的脸部照片中 选取几个关键点在随机产生下一代 在出生四十多年后可能的模样 由于连后代的性别都不知道 因此一组AI影像有四张 男性和女性各两张 而既然是人工模拟的照片 准确度自然令人存疑 巴洛斯指出他自己也很清楚 AI在这方面的限制 因此并不可能取代人权团体 借由DNA检验确认亲属关系的方式 不过透过网站大量公布模拟影像 也许能让更多人意识到自己或认识的人 可能是受难者的后代 而主动接触人权团体 公式新闻许家人便宜 关心天气 接着提供您各地的气象资料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年是台湾友邦史瓦戴尼 独立建国五十五周年 也是双方建交五十五周年 蔡英文总统率团出访 稍早也在机场发表谈话 希望最后带您一起去看看 感谢您收看这一节的公式手语新闻 我是王小叔 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